咱们继续讲 民间野路子 红方采用中炮进翻兵 黑方选择桥头堡 不让红方过河局压制 下面红方深炮过河 转成五八炮 黑方进向故防 然后顺势上马 封居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红方飞刀出窍 反上马 登炮 公元藏龙卧虎 大爷威震八方 解拙还达马 因为红方的居无根啊 对不对 感觉黑方 反先占优了 但是 万万没有想到 凌空气泡 如果 如果 对杀 红方是 红方是 活居 黑方是呆居 而且还有 马踏中族 抢空头的 先手之力 公元大爷 精打西方一辈子 怎么可能吃这种亏 所以选择 红方 红方怎么办呢 直接上马 都一打 公元大爷说话了 红方走的什么 关一掌 人家打掉你的马 你的居无根 只能交换 黑方马 脱离 炮空 白赚一个大字 对不对 但是 中炮一响 事不可当 摆上马一蹬 然后 起横距 准备照头打 下面 红方 怎么下手呢 直接 气局攻杀 黑方一看 不敢打局 一招逼命 但是 问题来了 人家 平炮 你怎么办 是吧 炮被吊住 拿不断 但是 红方还有 回马 音枪 黑方 无奈 只能 含泪啥 仅此一招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相三进武 大足 瞄几相 隐患太大 所以改成 向西进武 红方 一样是 送兵 白灯 炮 然后 踏中足 黑方不敢打马 因为戴起了 抽居 所以 必然退向 退马 本挂脚 灯泡 红方 入国 达马 九挂脚 交换一户 起横鞠 这个时候 感觉 退马挺好 把这个马干掉 攻势 就盗难无存 但是 红方 平炮 照头一棒子 平这边 一招 兵命 所以只能 江五平 四 七马攻杀 只能杀马 这边是 叫杀 这边 鞠 比杜鹅 还远 所以 鞠 过来一户 有 有捉马 有 叫杀 两个手段 黑方只好上马 平居 叫杀 降五平四的话 还是 七马 打势 抽居 那降五平六呢 近距 近距一点 只能爬到三楼 回马 金枪 一招 闭灭 好 反眠 回到节点 打马 要勾力了 所以只能退炮 这样一挂脚 人家可以电炮 但是中炮一响 势不可挡 准备一退 重炮 黑方必然上马 挡住 红防 出局 先手 捉骂 进局 有捉炮 下面 退炮 准备 双炮手 拉手 所以对凯 势在必行 赵头一棒子 再回马 打一个响 黑方只能 干掉炮 然后 拂有上马的杀招 黑方无奈 抓紧进局 守着个点 但是 红防 凌空 砍炮 弃局攻杀 黑方局不敢闪开 双局错 所以 不吃白不吃 进马一将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我们下车 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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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就没有 那么